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來跟各位談一談 冠尼劉伯雯這個人 跟朱元璋,還有李善昌 他們之間的關係 劉伯雯是很出名的 但是他這個人就怎麼樣呢 世財比較孤傲 所以你有時候我在看小說 把劉伯雯其實有點神話 就好像朱哥亮也是被有一點點神話 他們都是重要的人才沒有錯 那其實各位知道嗎,親愛的朋友 劉伯雯呢,他本名叫劉姬 姬是姬處的姬 其實他是元朝的近世 那六十五歲的時候他死亡了 六十五歲死亡 那那個太祖就是朱元璋嘛 明太祖就放他為 陳義伯伯 公侯伯子安的伯 那我現在想,如果說 劉伯雯他真的是 貢獻很偉大的話 應該封公吧 公侯伯子安 伯比子 子比那個子跟藍 藍可以說是最下一等的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以現在的術語來講的話 是老百姓 大概是這樣 公侯伯 他只封到伯,陳義伯 陳,陳義,非常有陳義的陳 陳義伯 而且他的那個縫路 是所有的伯中 最低的 就是他們寫 二百四十十 我是看那個史料自在 二百四十淡吧 那個石,石頭的石頭用那個石 連縫,是這樣 那那個李善長呢 木子李 善是善良的善 長 就是長短的長 這個人呢 他是跟那個朱元璋同鄉 他的年縫路是多少呢 四千淡 他被封為韓國公 就是大封工程的時候 明太祖朱元璋他得到天下以後 然後還給他三面免死金牌 那當然這免死金牌是沒有用的 後來因為他牽扯到這個宰相胡偉庸 造反的這個案件 結果呢 他一樣一家是七十多口 被幹掉 他死的時候 七十六歲 他是出生在1314年到1390年 七十六歲死 那死是因為那個朱元璋 把他幹掉了 殺死他了 他跟他講時間 他跟他講 我有免死金牌 他說我是皇帝 我說要你死就死 免死金牌只是一般的 你現在是模仿 免死金牌沒有用 就把他幹掉了 那這個胡偉庸 這個宰相 就是因為他好像模仿 陰謀 陰謀這個模仿 當然就 前途被殺掉 這個李善長 也是因為 就是 被人家牽連到 其實他根本也沒有什麼參與 但是就是 這件事情 殺死了差不多三萬多個人 你看明太祖 朱元昌 他這個人是天明人賢 沒有錯 他是古代那個豪洲人 三點水 在一個豪洲人 相當於大概現在的 在南京這個地方 他幼年的時候 故苦靈頂 曾經在那個 當和尚 在 據說是在黃捷市 後來郭子星起兵 他去婆婆問他 後來就是 他這個人也是投機分子 本來 那郭子星死了以後呢 他就變成 他經常打贏勝仗 他本來是搖奉這個 北方的小明王 韓令的 韓國的韓 林 森林的林 兒子的兒 他在經營江南 經營的不錯 他提倡人力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剛開始 剛開始要打天下 一定要理賢下士等等 讓大家天下豪傑來 來歸順他這樣 來幫他賣力 所以這個人 有時候在想 古時候所謂的什麼 什麼 開國的聖主 其實哪有什麼聖主 不過就是利用別人 到最後 你看 連那個小明王 韓令最後的下場怎樣 就是被他沉到江裡面去 他一看 我自己來當就好了 你這個人無聲小日用 閃一邊去 當然他有很多理由 這個怎樣怎樣 他不好 所以把他幹掉 不能成事 他妖術獲眾不好 然後 古代誰當帝王的 所以沒有一點點搖身 都是會利用這個 迷惑百姓一定的 號召民主革命的話 都會說這個是 怎麼我是天秘 天秘 天上派來的 怎麼樣怎麼樣 講一些神蹟嘛 對不對 所以呢他們這種 在成功以後大殺工程 是非常不好的 那我剛剛有講到劉柏 劉柏文嘛 劉姬這個人 他死的時候 才被換回陳禮柏 那他是怎樣 他持冠他回故鄉嘛 有一個說法是說 其實他是被那個 也是被那個住院商 毒害死的 當然 對不起 有點點咳嗽 當然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因為 他告老寒鄉 然後死在家鄉 其實 看那個 我們看那些野死的記載 被毒死的可能性也蠻大的 因為這個 朱元璋 他這個人就是 很殘暴 他就是想說 因為他本身出身很卑微嘛 所以他猜忌心特別重 然後先聞之語 你看看 明朝後來就是有什麼 東廠西廠 錦衣衛 寫地址這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有什麼 免死金牌有什麼用 一點點沒有用 所以有時候我在想 欸 古時候那些人啊 明朝的那個 到晚期的時候說要反簽護名 護名 名有什麼好護 明朝說不好聽 這些王啊 這些王者 帝王 他們有好嗎 你知道那個 朱元璋他不拜孟子 他拜孔子 他不拜孟子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孟子 他本來是不識字的 那後來就是 幼年失邪嘛 後來延長了以後 他當皇帝的 不認識一點 字不行 但他已經當皇帝了 他要請人家來教他 那還很簡單嘛 他就會回了一點嘛 他有看 你看他孟子裡面怎麼寫 明為貴 設計赤子 金為青 他看到這句非常火大 他說 欸 天子呢 天子怎麼可以 天子就是皇帝啊 怎麼可以 比那個老百姓還 還那個 還落伍呢 對 明為貴金為青 明為貴設計赤子 然後金為青 這個是亂七八糟的 所以他下令 不可以再拜孟子 所以你看看 這種人 對不對 他這個年 已經死那麼多 那麼久的 人 就是孟子嘛 孟子是戰國時代的人 他都跟他斤斤計較 善古聖前 跟善古聖前計較 啊其實齁 像那個李善長 他也沒有善終 他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勸那個朱 朱元璋嘛 說我們要緩稱王 然後廣基良 然後朱高強 我記得是在那個 我在那個 有看他們那個 那個什麼 影片 有講到這一點 李善長 李善長 他有跟他講這樣 其實這個是他的那個 簡單講就是基本國策 最 最原始的戰列 但是最有效 所以他很 很喜歡李善長 後來他就是怎麼樣 他當皇帝的時候 只封六個宮 第一名就給李善長 其他的五位都是武將 比較出名的 像西達啦 還有一個長帽 長帽是誰呢 長逸春的兒子 長逸春那時候已經死了 所以就封他的兒子 另外三位是李文中的 黃聖 黃聖那個 還有另外一個是鄧義 這幾個人 義士 那個 Anyway 這個人不太重要 反正 希達跟長逸春比較出名 啊他封五位 這五位武將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出身入食嘛 那當然就是要封為宮 但是他特別喜歡李善長 給他那個 就是那個 當這個 這個六位宮的 那個第一名 給他一年的年後 四千十 他們寫十 那十應該就是淡 但所以你想想看 他好的時候 可以對他很好 而且這個李善長 他是什麼呢 他是他的同鄉 他是那個 朱元璋的同鄉 你看看 而且他這個人 以炎華組成 他不是像那個 劉柏文 劉吉這個人 他比較四財傲文 就比較孤傲 所以他指豐柏嘛 陳以柏 公和柏子蘭 而且薪水才什麼 我剛剛講的 兩百四十蛋 一年的年貌 那跟這個李善長不能比啊 兩百四千耶 四千耶 四千那 超過他 十幾倍耶 是不是 這個有時候想起來就是說 啊 他還興那個文子儀 後來等等 這個太祖 神明太祖 還興怒名 還興怒名 有什麼用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當然在這邊 捨花讓人周賢 這邊講出來給各位 各位 參考參考 其實有時候啊 就是 我認為說什麼 忠誠 宜忠 我覺得也沒什麼用 為什麼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還興怒名 啊 清朝就一定不好 那明朝就一定好 明朝好嗎 你這樣看就知道 明朝也是亂七八糟的 捨花讓人周賢 在此以各位 共同思所知 這個參考參考啦 我講的也不一定對 因為這版本很多嘛 那我看到的版本是 大概是這樣 綜合整理一下 謝謝各位的參考